今天是2022年8月17号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早上七点凌时 我呢决定了,要把原来写的那个书重写 重写看看怎么写吧 我看到螺旋形的那个隐时要飞向地球 螺旋形的隐时飞向地球 而这个螺旋形的隐时 代表的是我们隔壁的宇宙 我们隔壁还有好多宇宙 外面隔壁还有好多宇宙 然后要把这个内容细上 要把这个内容细上 这个新出现的情况 要把这个内容细上 然后这个时候看到天上好多天人了 天人下来 改天换句 要改天换句 要进行改天换句工程 那是另外一个线索 改天换句的线索 要进行改天换句工程 改天换句工程 这是地下来的内容 这是我的父母到了立脉的宇宙 到了立脉宇宙 在对地球改天换句的宗旨回覆 这三个内容要补充上去 这三个项内容要补充上去 那么原来我们书上讲的是 外星人为了要把地球核武的起走 目标就是一个要起走核武之 为了证明外星的存在 他要准备把那个喜马拉雅上的一部分 要搬到那个 搬到那个南太平洋的建岛 让我做岛祖 这是原来的规划 后来当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宇宙的外星人要改造地球的时候 改造地球的时候 隔壁的宇宙的外星人也看到这个情况 要改造 那应该要改造的规模大一点 所以隔壁宇宙的也参与到 改造我们地球上来了 改造我们地球上来了 在隔壁宇宙 后来呢 我父母到了那个 另外一个宇宙的宇宙 就知道原来的外星人早就像 另外一个宇宙的外星人 要对我们地球要进行改造 不但要把核武之 把它要拿走 把它牵走一个派出的事情 因为地球上那个海血用处不是太大 而那个 路地偏少 所以呢 要把现在的海洋 超过一半的海洋 要把它变成落地 而且把地球上 连起来 路地连起来 就开车 就可以环绕着地球运转 所以有这么一个规划 要把这个规划加进去 另外一个 社会上 这个社会要人能平等 要把那些 要把那些 精英阶层要拖地球 这样大家才能活 而不是 一部分人来统治 另外一部分人 要把这些内容加进去 这么一个 我心里又说了 心里又说了 有那个思路就清晰了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